县内的文创工作者获得五杰箱公所的邀请 今天来参加五杰箱的旅游服务中心节目典礼 并且在现场摆摊分享自己的创作小物 而他们所呈现的不只是创意 更是人生的写照 让更多人来见证他们独一无二的生活理念 配合五杰箱旅游服务中心的成立 县内的文创设计师也来响应 今天在中心的外围摆摊来分享自己的创作小物 从可爱的小饰品 环保玩具 传统的存纳灰 皮雕创作甚至就连宠物点心都有 他们呈现的不只是创意 更是他们人生的写照 而对于五杰文创园区的设立 这些文创工作者是乐见其成 更希望可以成为地方文创的出发点 宜兰有一个文创中心成立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福利 那一个是说我们有一个空间 各位文创设计师 然后我们可以在里面做一个联谊的部分 大家互相交流 另外也可以将我们的 想要推广给大家的一些设计 然后就是借由这样的中心 做一个就是出发点 可以去做到推广的部分 也可以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当然是有稳定跟不稳定 可是对我们来说就是 我们去一个地方那就是一个机会 就让大家更认识我们 然后将我们的理念 推广出去的一个机会 那是我们最主要就是说 因为我们想去到这个市集 去推广自己的理念的部分 除了分享创作小屋以外 文创设计师也透过摆摊 来结交新的朋友 并且藉由第一线 接触到民众来交流意见 寻求更多人的认同以及肯定 就是出来摆摊可以除了跟不同的人交流之外 还可以遇到客人可以给很多建议这样 然后在创作方面上面就会有很多的激发 对 所以你会继续租下去吗 会 为了我们家的小孩我会 加入摆摊人生的文创设计师 有人是以此为生 也有的人是利用其他本业来支持摆摊这项兴趣 也因为有把握每一次的摆摊机会 让他们获得比金钱更重要的成就感 也使得有更多人可以见证他们独一无二的创作 一来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播的 原来原来我是当